在《创世记》三十章曾经记载 当时以色列人的先祖 雅各按着神的感动 需要带着妻儿 回到本乡本土去 只是雅各一直服侍他的岳父拉班 未有得着应得的功架 而可以自己卿家立业 《创世记》三十章 二十五至三十字 拉杰新药室之后 雅各对拉班说 请打发我走 叫我回到我本乡本土去 请你把我服侍你所得的妻子和儿女给我 让我走 我怎样服侍你 你都知道 拉班对他说 我若在你眼前蒙恩 请你仍与我同住 因为我已算定 也会说此福与我 是为你的缘故 又说 请你定你的功架 我就给你 雅各对他说 我怎样服侍你 你的生畜在我手里怎样 是你知道的 我未来之先 你所有的都很少 现今却发大众多 耶和华 除我的脚步似福与你 如今 我什么时候才为自己卿家立业呢 所以 雅各就向拉班提出了功架的标准 就是雅各为拉班牧放的绵羊当中 凡有点的 有斑的 和黑色的 山羊当中 凡有斑的 有点的 都算为雅各的功架 创世纪三十章 三十一至三十三字 拉班说 我当给你什么呢 雅各说 什么你也不必给我 只有一件事 你若答应 我便营救 目放你的羊群 今天 我要走遍你的羊群 把绵羊中 凡有点的 有斑的 和黑色的 并山羊中 凡有斑的 有点的 都挑出来 将来这一等的 就算我的功架 以后你来查看我的功架 凡在我手里的山羊 不是有点有斑的 绵羊不是黑色的 那就算是我透的 这样便可证出我的功意来 当拉班同意了之后 当日拉班就叫他的儿子 将雅各木群里面 所有非常色的 和黑色的生畜 都带走了 结果 当时神为雅各 行了一个神迹 就是当羊群肥壮交配的时候 亚各就将羊树 杭树 枫树 枫树的 云枝剥皮 然后将枝纸插在水沟里面 使羊对着枝纸交配 结果 羊群就生下肥壮而有文的 有点的 有斑的来了 创世记 三十章 三十四至四十三节 拉班说 好啊 我情愿照着你的话行 当日 拉班把有文的 有斑的公山羊 有点的 有斑的 有杂白纹的武山羊 并黑色的绵羊 都跳出来 交在他儿子门的手下 有时自己和雅各 相离三天的路程 雅各就目仰拉班其余的羊 雅各拿羊树 腾树 枫树的乱枝 将皮剥成白纹 使枝纸露出白的来 将剥了皮的枝纸 堆着羊群 插在饮羊的水沟里和水草里 羊来渴的时候 捧帽配合 羊对着枝纸配合 就生下有文的 有点的 有斑的来 雅各把羊高分出来 使拉班的羊 与这有文和黑色的羊相对 把自己的羊 另放一处 不叫他和拉班的羊混习 当羊群肥装配合的时候 雅各就把枝纸插在水沟里 使羊对着枝纸配合 此时到羊羊羞配合的时候 就不插之子 这样 羊羞的就归拉班 肥壮的就归雅各 于是雅各极其发大 得了许多的羊群 伏起 落陀和炉 于是雅各 群直拉班的羊群 得到极大的财富 转移到他的手中 创世纪三十一章 三至九节 耶汉华对雅各说 你以为你祖里父之地 到你亲族那里去 我必与你同在 雅各就打发人 叫拉杰和尼亚到田野羊群那里来 对他们说 我看你们父亲的气息 向我不如从前了 但我父亲的神 向来与我同在 你们也知道 我尽了我的力量 服侍你们的父亲 你们的父亲欺哄我 十次改掉我的功架 然而 神不用他害我 太弱说 有点的归你作功架 羊群所生的都有点 太弱说 有民的归你作功架 羊群所生的都有民 这样 神把你们父亲的生畜 奪来刺及我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